这位请 好 好嘞 这个是熬子一 对 你好 第一次见面 张老师我们是带任务来的 对 张老师我们是邀请您 做一个王牌请回答的问答 就问题可能会非常犀利 参加吗 你可以参加吗 我 什么问题现在不能透露 不透了 参加了 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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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吧 刚刚就说了 因为你们年轻人有这样的邀请 我积极地应对 谢谢 谢谢 那叫什么学院聊吧 那叫什么学院聊吧 就是 您在志愿者工作 推广工作时 遇到过什么困难吗 12月25号 六小灵彤发布关于国际志愿者日的微博 微博内容遭到众多网友质疑 受网友黑料影响 六小灵彤取消了原定签设会的采访环节 而六小灵彤尚未在公众场合回应此事 其实就有些事啊 就是不管你做什么 就是别人说什么 不是特别重要 但你可以听取一些好的建议和意见 但最重要就是 一个人不管做什么事情 你认定的事情就是有兴趣的事情 或者想去做的事情 不要摇摆 不要犹豫 一定要执着坚定的去做 您觉得是 您成就了孙悟空 还是孙悟空成就了您 这个问题很大 一定是这样 就是吴承恩先生 《西游记》这个小说笔下的孙悟空 成就了我 成就了我们中国的侯系和我们的家族 因为有了这个西游记 才有了我们《四代侯王》这样的一个传奇的经历 才有我们能够发挥自己的才能去演绎孙悟空 很多观众会问我 张老师你喊戏不多 当然我除了孙悟空这个角色以外 也演过像周总理啊 吴承恩啊 包括鲁迅啊 等等这些艺术型 包括像 金庸先生 《联程学》的小说 我演《反派》了 武侠剧啊 《新燕子李三》 我演一个大事的人物啊 但是不管怎么说 观众还是更多的希望看到就是我演的 比如说西游记的这个题材的故事 所以每个人都不一样 所以我也特别希望能够看到你们未来的新美人作品 好的 谢谢 谢谢老师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